早上八点 一场特别的分享课在清华大学展开 讲台之上侃侃而谈的不是在笑声 而是来自全国各地的产业工人 2024年7月 全国总工会首次启动大国工匠培育工作 推选出220名深耕一线的产业工人 目前他们正陆续来到清华大学学习 课堂之上学员们时而拍照记录 时而低下头做笔记 49岁的陶建伟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 却从未打卡过清华大学 从业近30年 他一直致力于电梯安装维修和新技术应用与研发 从一名技术工人逐渐成长为行业模范 以阔别校园许久的他 在得知自己有机会走入清华园后 既兴奋又忐忑 原来我的想法很简单 我觉得我作为一名产业工人 作为一名技术毕业生 清华跟我没有关系 在收到清华大学的入区通知书后 对于我自己来说 首先是高兴 同时也有满脑子的问号 我到清华大学要学什么 老师跟我讲什么 关键是老师讲的东西 跟我的实际情况 跟我的课题研究 是不是有充分的一个切合点 带着这样的疑问和各自的课题 学员们走进了课堂 220人被分为四个班 每班各制定三个阶段的学习 在不同阶段的学习中 他们有机会走进前沿实验室 与院士大咖零距离交流 因为我是班长 问我们体会如何 然后我们作为第一期 你们对第二期的课程 有没有什么想法 我作为班长 马上就跟我们的小伙伴们 来进行这样的交流 因为我们是各行各业的 这样的一些团队人员 大家提出了很多 关于通识课程 以及我们人文精神 以及整个前沿科技 这些相关领域的 老师今天在第二期 充分地来满足了我们 这样的一个需求吧 哪些老师是我们向往的 殿堂级的人物 哇 殿堂级的人物 就在我们的身边就出现了 有一种追星成功的 这样的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讲课的这种 深入浅出的方式 一下子把我们的这个视野 那个打开了 在开边的第一堂课上呢 我们听了咱们清华老师 刘新军老师讲的专业的课题 同时老师呢 也向我们发出了邀请 让去参观 他的这个实验室 当时呢 我们的课程排得非常晚 只能利用晚餐以后的时间 去参观 进入到实验室以后 看到老师成果 看到了他带领的学生 那么晚 开展的科学研究 对我又是一个新的主动 据介绍 此次参营的220名学员 60%以上拥有 富高以上职称 80%以上承担着 省部级以上科研公关课题 是地方产业和企业中的核心 公关力量 这220人经统计 有60%来自制造业 当然也有能源 燃气 等等其他的行业 他们除了考勤 另外很重要的一块 就是公关课题的展现工作 通过专家打分 中期考核 结业答辩 进入合格序列的 才能拿到清华的证书 我们这个班是首期班 未来我们要不断地更新课程体系 设定更有针对性 针对于我们大国工匠成长 有意义的课程和实践环节 加速培养我们下一批 和更多的大国工匠们 我这个本几乎已经快记满了 我在我的学习预知上 入学的第一天就写到了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成为一名合格的大国工匠 我觉得既朴素 也是我们一个 最基本的一个实现的目标 这次清华学习以后呢 我想我的笔记本 将会珍藏在我的工作室 让大家分享 我在清华的收获 同时呢 也希望更多的 咱们的产业工人的队伍的朋友们 走进清华 成为我们的大国工匠